精神科病人常被一般人误解和忽略 然而,卫生福利部加南疗养院 却颠覆了大家以往对精神科的刻板印象 幕后的推手除了有卫生福利部的长官 历任和现任的院长支持外 另外一位温柔及重要的推手 是早在29年前选择照顾他们的沈舒华、沈主任 有人常常问我,从事精神科护理 是不是一件非常忙、很累 然后就是很有压力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护理真的是不难 难的是你不懂的方法 舒华主任护理生涯的29个年头 一步一脚印,把加南疗养院改造成 幸福、快乐、安全、健康的环境 大厅总是传来优雅的美妙钢琴演奏声 彩绘的健康步道 石花一郎、幸福花园和绿巢音音的中庭广场 让病友、家属及工作人员享受多元的分多精 以高龄友善、怀旧疗法设计合适长者的疗愈空间 同时设置幸福商店、创意小铺 让病友可以学习独立自主、早日回归社会 一路走来,秉持着健康促进理念 在精神科领域推动无厌医院、健康促进医院 有丰富的经验和成效 屡获佳金、成就非凡 就是要有担当 因为当你有担当的时候 你就会起了责任心 在他身上我会觉得说 他就是不断的努力跟精进 所以会造成就是说 我们看到就是主任这么 已经在位居待他的那个药位的时候 还是这么的就是努力学习 我在义籍里面找到了一个卦 跟神主任蛮贴切的一个卦 叫同仁卦 意思是说他能够集合一群人 一起为一个目标来奋斗 所以我对神主任的很赞美是 同仁渝野、立舍大船 他可以带着一群人一起度过困难 度过大船 然后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妈妈从事的物理工作是很好的 就也很支持说妈妈从事这项工作 我还是会持续的一路的走下去 做下去 一直做到我们不能做的一天 心中有爱 所以我爱护理 主任谢谢你 认真且有爱的女人最美 在淑华主任的身上 我们都看见了